港股樓梯圖看得到,上下兩條線是中間的位置 通常推出這些明態後,基本上是飽變的 但現在是上還是下 我反而覺得上的空間比例太多 因為市場上有沒有相對比較利好的消息 其實真的沒什麼 反而反過來,除非A股在服市之後 真的有一個很強的表現 如果不是,講到他們的長革期之後 如果不是的話,港股能否真的有比較大的向上突破的空間 其實是不多的 反而反過來,在未來打漏的時間 第一,業績又可以慢慢公布出來 但本地方面又不是很清楚 反而大家可能要關注環境經濟的狀況 因為我想疫情對於市場的氣氛是有一定的影響 還有你看見大科技股 我們說香港的迷你科技股 其實也是好像升不起一樣的 所以你說大前提,市場要突破的話 我相信要有比較多的利益消息 支持之下才有機會做到這個效果 所以反而地反轉到五月份的時間 反而大家真的要… 反而地反轉,下行的空間我覺得比較大的 還有根據往績,過去這十年的時間 其實大家不經常說五窮六絕 過去這十年,五月份的話 其實港股方面只是跌多於升 所以大家都可能五月份的時間 雖然說可能大家都覺得差不去 可能都有一些轉機 但是似乎不利的情況還是相對比較多 所以變了大家… 你說跌多少呢,暫時還要再觀察 但只不過… 還是要留意一些,剛剛提到…